杜通天地 桂貌套年 運轉乾坤 桂貌套年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新一年都會進步 身體健康 合家平安 師傅 不如今集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桂貌套年有什麼旺穩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有什麼不好的話 我們就避開一下 好啊 吹吉避兇 我們講風水當然是要 不是講 要去做 身體力行 為自己的生活 家庭 家人 減少一些不好的東西 增強好的東西 應該是身體力行去做 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有什麼支持呢?很簡單 分享 讚好我們的節目 多點留言給我們 有什麼軟學問題都可以留言 我們可以做多點不同的題材 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都認同 道通天地展現中華文化發揚 道教思想的理念 可以支持我們的營運開支 多謝你們 每一年余宗智師傅都會和大家說榴槤飛聲 讓大家可以吹吉避兇 提醒大家如何去找你的方位 首先你就是屋的中心點 然後放射性感 分為九份 包括中間的位置 你就會得出不同的方位 我們就可以安息 不過一物一態極 你可以在廳的中間位置這樣做 也可以在房間的中間位置去找這個位置 好了 開了一個榴槤飛聲盤 貴卯年就是四入中宮 沒錯 Amy 四入中宮 各位看到這個阿拉伯數字 就是榴槤飛聲 去年就不對 套年就是遞減 遞減是四入中宮 八就是運升 二十年 在方位吉凶之前 都提一提 四入中宮 按照袁凶鶴 那顆星會管事 四是文曲星 木星管事 按照榴槤九星斷缺 這本古書 信得四數 文昌星 文曲 本來是好 但是大家記住 世事凡事 都是相對 有吉就有空 有利就有弊 好的時候 就是登科甲帝 君子家君小人進產 文昌 開心 升職 學業功名 不過 如果處理得不好的話 甚至你家屋的風水 遷就不了 甚至文昌位 擲住了 破壞了的時候 就變成一些壞事 若為黑殺 被人黑 殺就被人黑 或者自己黑人 那時候 風 順掛 根據周易的說法 風順為風 但是如果有這個部首 這個我們以前說過 這個是藏暴 那就是情緒問題 所以榴槤九星斷決 如果你遇到星黑 鑾頭不漂亮 風敲自毅 甚至會有一些情緒屈結 自毀 這樣的情況 甚至 信掛本來是文曲星 桃花是好東西 名譽人緣 但它可能負面變成醜聞 那些小人 所以要小心去衡量 榴槤入宗 社會上容易有這些 譬如信掛本來是文曲星 文書 所以今年的榴槤 各位家庭觀眾都要注意 處理文書合約的時候要很小心 處理得好當然很好 處理得不好可能因為文槍惹禍 文槍包括合同 合約 文書這些東西 甚至文件上的文字字眼上 寫錯話說錯話 而受到麻煩 甚至官司 照著損失 打工仔處理文件 文書的時候 也是 不要口講口陪 最好是白字黑字 電郵好 或者什麼確認阻的 這樣才好去進行確定 但我想回到我們家居風水 父母當然最緊張 就是文槍位 問小朋友讀書 怎麼可以好一點 那如何去坐旺它 或者避免黑洩它 好了 我們知道 今年的文曲星 四六是一個中心點 那為什麼坐旺它呢 坐旺得好 就升職加薪 考試公明 坐旺得不好 合同文章幾麻煩 好了 信掛 木 水生木 四的數字 所以用四支水種的植物 去坐旺它 或者你不是用有生氣的植物 綠色的擺件 物件 數字是四的 數量是四的 都有坐旺 當然能夠放一些 有勵志的東西 對小朋友更加好 避免用一些金的東西 去黑蝕它 沒錯 中工位置可能比較難一點用 大家可能要怎樣看 怎樣就一下 好了 至於另一顆吉星 就是六百官星 這顆星簡單來說 是代表了什麼呢 官者就管也 我們說權力 這個管字 從個官 這個竹花頭就是那張竹 那張帽子 就是官式權力來的 做管理階層 或者我普通打工仔 都是利於管理的工作 管理自己人生 小朋友管理自己的生活紀律 學習 時間管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六百位 套年的六百位 就是在正西位 在正西位放一些 譬如是獎盃 紀念碟 小朋友曾經拿過獎的獎狀 掛在那裡 坐在那裡 再不然 建議大家可以挑一個 石印圖章 小朋友有個名字的圖章 放在那裡 放一個官星位 一個官印 鎮住他在那裡 就有助謀 令到他自己勵志 覺得自己是OK的 是 有能力的 如果牆上 可以再掛一些字畫 勵志的 自強不適 或者是努力 加油 對這個心態 也有個鼓勵幫助 但是今年 這個季卯年 西邊也來了三撒 也有碎破位 是 會不會在助謀的時候 也會不小心 助謀這些不好的情況 是的 沒錯 西位除了六百官星之外 因為今年是季卯年 卯是太歲 在東邊 西邊是柚 卯又是沖的 沖太歲 沖者犯也 犯者破也 所以犯太歲 其實就叫做碎破 即是犯太歲 剛好 幸好樓年三撒 也都在這個西位 所以今年 套年那個西位 俗稱叫做 碎破回三撒 幸好今年來一個 叫做官星 如果他來過三 來過五 那些麻煩星 就多麻煩 叫做空神惡殺 就走在一起了 幸好有六百官星 鎮住 不怕 擺物件 圓形金屬的東西 圖章獎盃 紀念碟 這些東西可以有化解的作用 一個石章 圖章 觀印 都有化解作用 剛才坐旺的 都可以用得到 是的 三撒碎破 我們不動土 不在這裡轉洞 搞東西拆東西 問題就不大 等下年才去拆改 至於大家很期待的一個 白雲裏面的白白黃星 熟土 今年他又飛到甚麼位置 各位 包括我自己也很關心 今年 套年 四入中宮 他去了一個南邊 南邊 大黃 財星 黃星 這顆星 很好搞著他 吹吉 首先吹白 將好運加強 加強了一貴當權 眾邪並伏 其他五黃 二一三壁 都減弱了 因為你主流力量是強的 所以陰性都要低調一點 不敢那麼囂張 所以吹禍的白白 有幾樣東西 我們說首先 從這個氣場裡面 風扇電話 水柱 魚角 打印機 轉輪 這些全部可以吹動它 第二 如果在門 通道 走起它 坐著它 睡著它 立氣 最後我們可以用一些五行的山旺 土 我們用火生土 用土坐旺 或者用火生土 紅色紫色的東西 坐旺這個白白星 因應 在門口可以紅地毯 紅色的徽春 諸如此類 梳化可以紅枯筍 在窗上不用整個紅色窗簾 掛一些紅色的裝飾 床頭 要不需要製造一個紅枕頭 可以的 你不介意 就是紅色的枕筋 或者粉紅的粉紫 紫色 或者放狗風利時 在床頭上 用狗子去坐旺 這樣也可以 至於另一顆旺星 當然即將 都 快轉到九雲 就是狗子吉慶星 一顆熟火的星 其實是旺很多東西 是 沒錯 很多東西 九子吉慶星 你看那些古書紫白訣 肉求自族 紫白為取生神 智龍躺藏 非星宜得旺氣 旺氣說了 八百星 生育 生嬰兒 九子星 是生育之神 他除了生育 生育是個結果 但是之前還要有什麼 因緣桃花嫁取 才可以天丁 在古代社會未婚 就不可以生B 所以九子就是這些 因緣桃花嫁取的星 我叫他幸福指數 除了這些之外 他仍然是榮譽 文章、書、畫、文明、氣象 拿獎、委任 這些都是好東西 催旺他 去到北方 去到北位 催旺他 加強狗的數字 紅色、粉紅、浪漫的顏色 對幸福、榮譽 有一個加分的作用 千萬不要放爛的、破壞的東西 廢舊的雜物 千萬不要放假花 假的桃花 爛的也不可以 爛的桃花 想王恩元的朋友 亦想生小孩 特別注意九子星位置 好了 不好的星 當然大家要避 就是五王災星 名字叫災星 五王星 而靜不而動 不能動起 亦不能欺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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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欺負他 便很麻煩 今年貴卯年 飛到哪個位置 西北位置 在屋中心點的整個單位的西北 垂房中心點的西北位 或者在座位中心點來計的西北 都要小心 不要放電器、魚缸等東西動起他 不要綠色的植物去黑他 紅花去生旺他 紅色的物件擺設 全部要避免 然後要用圓形的形狀、質量、意念的 屬金五行的物品去洩他 五王災星就包含了所有不好的東西 另一粒很明顯的就是病符星 耳黑 他很明顯是說病的 是 病 包括什麼呢 生理病 原來他最重要的是心理情緒的抑鬱 根據榴槤九星段訣 他說憂愁抑鬱 暗門淹然 這些就比生理病更麻煩 所以他今年 那個疑惑病符在太歲位 在東邊 病符會太歲 千萬不要在這裡動土 不然在病符動土 太歲動土 那又真是拿來搞 暗門淹然 那個病手未長 知不知道 情緒是難解決 跟五王一樣 他是土星 也是既電動的東西去動起他 就是既木的五行植物去黑他 紅花綠植這些生黃黑他的都不應該 所以化解他就可以用綠素的金的意念 譬如六個硬幣 圓形的鉗金 放下來 這樣可以化解他 但還有一件事 因為病符 藥物食物 這些保健的東西 千萬不要放在病符位 越吃越病 還有剛才說的蝕距的物件 都是放在高位 因為是錢器 要錄錢的概念 另一顆空星 就是三壁 三壁星大家都知道 是關於是非的東西 黏油 之前我們也有一個節目 專門講震掛黏油的性質 以及歷史點 在風水中 它叫做浩蓉鬥狠之神 賊星離的搶錢 以及惹麻煩 今年它在東南偉 東南偉的雲星是七 三逢七至很麻煩 被劫度更見觀災 很多是非麻煩 三壁是鳴槍 七就是暗箭 合十 於是鳴槍暗箭 黏著不得 小心化解 三壁星是木 蝕它 但最重要是不要助往它 水種的植物 生往它 助袖為虐 是吧 另外不要放一些植物 碎色而放一些紅紫色的物品 家用的東西 地毯 紅顏色的枯筍 腰墊 甚至裝飾的掛東西 都有一個平衡它的作用 如果特別 已經有是非官非在身的朋友 真的要小心注意這個位置 另外兩顆 經常都講平平的星 其中一顆是一百 逆馬星 屬水的 其實這顆星 又有甚麼作用呢 水星是無所謂吉空的 水能載舟 亦能復舟 是吧 水可以 代表變動 各位朋友 變有幾個方便 可以變好了 可以變差了 變完之後 沒有差 沒有壞 都可以的 所以要看情況而定 代表出門變化多些 這樣 流連一百星 就飛了去西南位 是的 如果你的門口開西南 有很多逆馬 出行 走動變化 如果你的床頭 躺在西南位 思路也有很多變化 要看情況而定 好了 至於另一顆平平的星 就是這個七尺破軍星 破軍星 它是過了氣的 但是 它是因人而 它看情況來做人 如果你 這間屋的八仔、九仔 按照我們剛才說 能夠去吹吉 助旺一些旺星 這個七尺 它就會低調 有餘氣用 繼續群大隊去做好事 但是如果你這間屋 不懂得去避兇 不懂吹吉 還不懂得去避兇 動起五黃二一三壁 那麼這個七尺 它就會 拼著壞人 拼著壞人 肅殺劍風之仗 它就會發圍 會帶來這個傷害 今年它來到東北位 所以我們要看情況 就不用管它 它是平平的 只要虧過五黃二一三壁 它就餓不起你 嗯 榴槤飛升 大家都了解過 你的家居就是這樣 但是最重要 你最好要知道 自己本身單位的原局的升 因為需要有時配合 你才知道 怎樣去吹旺 怎樣去避兇 好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在此又再次公祝 我們到通天地的觀眾 心想事成 出入平安 身體健康 財運亨通 萬事勝義 好了 跟座時間差不多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 你剛才看過的是 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歡我們的節目 認同我們宣揚道教思想的理念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們的營運開支 大家可以將善款以支票的形式 寄到來逢迎仙館 支票背面著名支持道通天地營運 又或者可以將善款直接入到逢迎仙館的戶口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一同共宏大道道祖保佑